謝謝主席,我們請國防部,今天部長是請假嗎?副部長,是不是? 好,請張哲平,張副部長 好,我也好 副部長,請問現在台灣最大的假想敵是誰? 就是對面 對面是誰?中共嗎? 所以照理說我們的國軍應該都是一條心吧? 是,絕對沒有問題 不管是當兵或是退役的人,應該都是把中共當作假想敵 可是我們不能理解為什麼有退將在退役之後 跟我們的國軍的想法是南遠北側 到現在成為全民公敵 為什麼退役之後的想法會是想要去中國聽習近平聽訊 去中國去教導他們怎麼去對抗美軍 去把戰略部署,去告訴別人 然後去矮化台灣的戰力 認為說台灣現在沒有能力來對抗中國 認為說我們的小英總統是好像慈禧太后 像八國聯軍宣戰一樣不自量力 為什麼退役的將領會有這樣的想法? 是代表說我們的國軍的訓練有什麼樣的問題嗎? 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嗎?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我們如何認同說 現在軍中的將領都跟我們是一條心 是能夠保衛台灣的 還是說裡面有人 其實是人在朝營心在汗 這樣的狀況會不會不只一樁 我講的不是針對某人 而是擔心說這樣子的現象 會不會是國軍的一個常態 我們如何去避免 現在的國軍的訓練到底是如何 為什麼會訓練出這樣子的一個將領出來 我跟委員做個報告一下 基於我們國防部的立場 我們可以很堅定的跟委員做個報告 絕大多數的退伍的跑者 都是奉公守法 恪守規範 也遵守國家法令 照理說在軍中的訓練 是非常長期的訓練 而且這個訓練是超乎常人的 他對於國家的中心 或者是對於守護台灣的這種決心 絕對是不容挑戰的 而且應該是說連退役之後 都還是一樣的 可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 讓我們去質疑說 為什麼最近國人對於退將 有這麼多的污名化 確實就是有一些人 他們到了中國去 不管說去喝紅酒啊 打小白球啊 或者是去那邊稱兄道弟 等等的現象 因而再而三的讓國人 對於國軍的訓練 產生了很大的質疑 所以我們發現說 現在的疫情戰爭呢 到現在呢 中國解放軍 適度的挑釁 可是呢 還是有人認為說 不應該公佈這樣子的一個 呃 挑釁的資料 認為說 這個是會讓台灣人 這個 荒了手腳等等 製造無謂的緊張 您認同嗎 呃 真的這一點我不太認同 那只是有些就是 那為什麼這次退將所做的事情 您都不認同 那為什麼國防部會出現這樣的退將 我不知道 未來還有多少類似這樣的退將了 但是我覺得這對國防部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警訓 代表說 現在這樣的訓練 是不是有很大的問題 那我們也發現現在的戰爭呢 不只是我們所看到實際的戰爭 這次的疫情也是一個戰爭 更重要的是 資安的戰爭 更是我們國防部未來 面對這個資訊 佔一個非常重要的 的一個 呃 必須要去防衛的地方 所以我們發現 我們的政府網頁 是長期受到資安的威脅 中國網軍長期的這個 不管是要癱瘓 或是攻擊我們的網站 喔 那連國防部呢 也因應這個資安的威脅 在2017年有成立 資通的電軍喔 資安的保護中心等等 但是我們還是不斷的接受到 這些呃 攻擊啊等等喔 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問的就是說 我們的資安保護 到底有沒有如我們的預期喔 那我們也發現呢 最近中資 他其實透過很多的方式 在市場上去 狙擊我們的公司 而這些民營的企業 他可能因為掌握到 我們的相關的資訊 資安 而受到影響 如果說現在的這些企業 因為中國的入侵 而導致我們的資料外洩 也對我們來講 那就是一個資安的疑慮 所以包括國防部所 承攬的這個 呃相關的案件 包括公文的系統啊 戰區管理的資訊系統等等 現在都是由大同資訊公司 來做承攬 但是呢 大同資訊公司 最近就產生了 中資入侵的疑慮喔 那我們也發現呢 其實美國 對於這件事情 也非常的重視 因為對美國的國安單位來講 他跟我們台灣的合作 首先就要建立在我們 對於資安的保護 能不能如預期 否則跟我們合作之後 我們的企業 把美國的資料呢 轉手變成跟中國的資料 那這樣子的合作 等於是在跟中國合作 所以這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很大未來的一個危機 那國防部在面對這樣子的危機 包括說我剛剛所講的大同所承攬國防部的標案 包括什麼電訊發展啊 海軍司令部啊等等的軍備局啊等等 都是非常重要 而且機密的這些文件喔 那請問國防部如何來因應 報委員 我現在分別請我們的聯六 跟我們的採購師 針對你那兩個議題做個回答 資安部分 委員好 我是通知市次長曹金平 首先跟委員報告有關國軍的資安的部分 在資安部分 因為國軍其實是很嚴密的做法 再首先呢 在實體上我們採取軍民網的隔離 另外呢 我們也成立了 國軍網路的安全管控中心 24小時都有專人在管控 只要有異常的流量 立刻去採取監控 對局部封鎖 然後去追查 所以在層級上來講是不會有問題 那對國防廠商 我們也有一定的資安管控 除了他進來之前有安全查核之外 在他的實際的工廠 或者在資訊管制上我們就有房廠 如果沒有達到我們的資安標準 是沒有辦法進入我們的國防產業 簡單報告 所以現在 報告完了嗎 所以現在外界疑慮的就是說 當中資如果入侵這些所謂 承包我們這個相關的國防精密案件的 資訊廠商的時候 會不會入侵到我們的資訊的相關的精密文件 然後甚至能夠取得 有沒有這樣子的疑慮 報告委員 事實上如果中資的企業 我們在金管會或者商業部的 這不是中資的企業 而是說假 真中資 但是假是台灣人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 那背後其實是有這樣子的疑慮 那剛剛其實也有人提到 就是說金管會其實過去也針對這個案子 也有過相關的三次的不核准 但是其實中資著手轉右手 背後就是為了我們的國防機密等等相關的文件 這可能比派一個人來當所謂中共代理人 當立委 可能更容易直接的取得我們的機密文件 這也是我們更應該要小心注意的 所以也希望這個問題 國防部能夠更重視 也就是說現在資安的戰爭 確實已經是開打了 那這對我們來講其實是 比你提供給立委所謂機密文件 可能更直接能夠去竊取我們的相關機密 管道資訊的一個方式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我們高教育高委員 副部長各位觀眾請回 接下來請洪孟凱委員